6月8号由财新传媒主办的财新峰会香港厂开放新格局 共享新机遇在香港召开了 那么在整场的论坛当中 我们围绕着中国与世界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香港金融合作之路等等这样的议题 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参会的嘉宾不乏两岸的高层官员 其中就包括了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 现年63岁的陈茂波 那么在出席峰会的期间 他接受了我们财新时间的专访 解读了香港经济的现状 产业结构的调整 香港的创新投入 还有这个股市的改革 以及如何应对贸易保护趋势 等等这样的这点话题 陈茂波早年曾经就读于香港的中文大学 他获得了会计系的学士学位 以及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 那么在加入特区的政府前 他曾经担任了多项公职 其中就包括了像是香港立法会议员 法律援助服务局的主席 西九文化区的管理局董事局成员 策略发展委员会的非官方委员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校的董事会成员等等 那么2012年的7月份到2017年的1月期间 他担任了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 2017年的1月16号 他获任成为了香港的财政司司长 在2月底的时候 陈茂波公布了香港特区政府 2018年到20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表示受到全球经济向好趋势的影响 那么2017年香港的经济增长达到了3.8% 高于预期 那么今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3%到4% 那么同时他也强调 在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 香港必须使用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 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持力度 完善创科环境 吸引新经济公司 以及科研机构的弱户 以及还要培育知识型的人才 香港的经济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一段时间 香港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香港的经济 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 但其实从产业结构看起来 过度的依赖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问题 已经相对的非常严重了 也有人说香港在过去的这些年来 已经错过了非常多的 使自己的经济结构转型丰富的这样一个机会 您会怎么看待香港现在的经济结构 您认为未来香港经济还会有哪些突破口 我们觉得香港往前 我们作为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是除了是公共服务提供者 监管者以外 在经济发展里面 我们是重要的推动者 促成者 推广者 在这方面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 对于在全球比较先进的经济体 比较成熟的经济体来说 我们算可以不错 因为我们现在人均是4万6千美元 是一个比较高的技术 所以过往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相对于比方欧洲 美国 日本 我们都比它好一些 但是你也讲得很对 就是说往前发展 我们是觉得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 过往我们有好几个制约 防外了我们的发展 一个是土地供应不够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劳动力人才 有一定的瓶颈 第三是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们社会上增要比较多 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 一个方面在土地供应工作 我们希望能把它打破 所以现在很努力在土地供应方面 要引发一个社会的大辩论 然后希望能有一个主流的 共识以后全力以赴 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输入外劳方面 也在做功夫 过去一年 这个社会气氛也比较平和 我们也希望争取时间 少一些增要 增要大家多一点 为香港的发展 共谋发展 我们是这样看 金融是我们核心竞争力 我们要把它做好 把它做好 但是这个也不排除 我们在其他地方 投下资源把它发展起来 所以在这个创科方面 你看见 这一届政府上来以后 我们谈得很多 我们也跑很多地方去看 跟很多不同的创科的企业 业界相当很多 在我预算案里面投下去 资源已超过500个米 是希望尽管 有可能觉得在某一些地方 我们起步晚了一点 没关系 我们让识这个问题 找出方向 也看清楚 哪一些是我们的优势 之中经历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发展 我们觉得搞科技 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我们选了四个范围 金融科技 这个生物科技 这个智慧城市 跟人工智能 我们大学在这方面 也有比较好的力量 往后 是一个方面把金融这一块 要做得更好 永远要走在前边 这里支持我们 有一定的动力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 高增值的 这个工作的机会 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税收 用这些资源投下去 推动其他的产业追上来 创科是一个 创科以外呢 这个创意文化产业呢 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喜欢做的 我们也希望呢 在那方面我们能投入资源 让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工作呢 我们的选择多一些 追求我们的兴趣的机会 也更多一些 就在2017年的香港的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达到了261支 融资规模呢 达到了1282亿港币 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 而在另一方面 缺乏科技等新兴产业 一直是港股的软肋 当前的港股中 市值较大的公司 集中在金融地产基建等等行业 而优质的科技公司 可以说是趋值特殊 就在2017年的年底 港交所启动了港股20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 那就是允许同股不同权 新经济企业和上位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 就在今年的1月份呢 港交所的总裁李小佳还表示 正在考虑要取消或者是减少印花税 来增加港股交易 对此呢有不少的评论称啊 考虑到股票印花税呢 是港股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那么短期内呢 减去股票印花税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那么对此呢 陈茂波又是怎么能看待的呢 近年来看到全球的股票交易市场 都做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 港交所之前 其实也做了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那从这个交投量来看 港股市场过去几年 虽然有了内地资金的支持 可是和全球市场相比 港股的交投量还是相对有限的 那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嘉先生 之前有谈到过 希望能够下调或者是取消港股的印花税 以此来增加港股的交投量 他也说过有在和政府商讨这件事情 那作为财政司司长 您怎样看待李小嘉先生的这个建议 您认为短期内香港股票市场 有没有可能下调或者甚至是取消印花税呢 我是这样考量这个问题的 你刚才说的对从股票来的印花税收入了 一年几百个亿 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收入 但是也不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没有调整的空间 我考虑要不要调整印花税的时候 主要要考虑我们市场的竞争力 我觉得呢 这个建议把这个印花税往下再调 对于提升我们竞争力的影响 不是太大 我们现在印花税的征收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零点一吧 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 从他的投资回报的角度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交易成本 我主要要考虑是 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觉得呢 在香港这个市场的 人家来投我们的股票 投香港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本身已经有足够的竞争力了 他如果要选我们的股票投的时候 他也不可能去一个其他 有一个替代的市场 最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市场做好 所以最近你看 我们引进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企业 可以上市 没有收入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也可以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所以最重要呢 是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上市平台 能与时并进 而成了把握好 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如果能把这个把握好的话呢 不断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呢 这个才是我们最核心的 这个竞争的 这个关键的恩赐 你看见最近我们在税务优惠方面呢 也推出不同的措施 比方飞机租赁业务 我们要吸引这些业务过来 他的税我减半 比方我们要鼓励企业 投放到这个科研里面去 科研开支给他两倍三倍的扣税 没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要提供这些税务优惠的时候呢 他要达到我的政策目标 比方飞机租赁 就吸引这个业务 比方科研 我们要增加这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 如果说是印花税 我的考量呢是 他对于我整个上市平台 我的市场的竞争力有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呢 不是说某一个市场 他收印花税的税率是多少 我是多少 这样单纯的比较 我觉得呢 这个比较不是很大的意义 反而是他这个市场 他提供哪一些产品 哪一些上市公司 我提供哪一些 这个投资者 如果到我这个市场来 觉得我贵的时候 他有没有其他地方 给他提供同一样的上市公司 同一样的产品 让他去投资 我的研判呢 就是说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图特的优势 在亚洲 在亚洲区呢 我们是最国际化 而且呢 也是这个liquidity 就是这个资金的宽度 资金的深度 都比较宽比较深 我们这边上市的企业 这个最重要 我们要把这个 把关质量做好 吸引优秀的企业 好的企业 现在大家都觉得 最有前途的一些产业里边的企业 来这边上市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 来这个市场投资 是有未来的 有希望的 未来的回报 这个希望呢 给他呢 这个回报呢 相对他0.1%的成本来说呢 是更花得来 那伴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 进一步的升温 其实呢 在全球范围内 都掀起了疑虑和恐慌的情绪 引发了股市的震荡 香港市场呢 也没有能够幸免 近期呢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香港呢 是全球第七大贸易经济体 有很多的这个转口贸易 包括是内地货物到美国 或者是美国的货物到内地 一旦这个中美爆发了贸易战 香港呢 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么林郑月娥就希望 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呢 是走向越来越开放 而并不是走向越来越封闭 那么在采访当中 陈茂波也强调 香港呢 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一直以来呢 都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那么未来 在继续参与自由贸易组织的同时 也会讨论更多的 双边的地区的贸易协议 以便更好地应对保护主义 可能会给香港带来的风险 现在全球经济 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那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不仅仅是美国 包括欧洲也出现这个 民粹的贸易保护主义的 这样一个形式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中美之间也出现一个贸易摩擦 那么香港一直是一个自由贸易港 那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个 贸易保护主义的 这个全球经济格局 司长您怎么看 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形势 以及中美的贸易摩擦 对于香港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的城市来说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在财政预算案里面提出 这个环球经济其实三大变革 一个是创新科技的浪桥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 改变了商业模式 我们要怎么拥抱它 怎么能与时并进 这个你看见特区政府在这方面 我们投了很大的资源 要在这方面做好 第二就是全球经济重心 西向东一 第三就是你说的 保护主义的新闻 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 小的全开放的经济体 我们更要警惕 一直以来我们是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全开放的 在这个大的变革里边 我们能发挥的影响有限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过程里边 要辨证 一方面这个WTO这一类的 这个多边的自由贸易 我们要捍卫 我们要继续参与 同时间呢 我们要探讨更多 双边的地区的 这些贸易协议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万一 在一个比较大的 环球的各局里边的 保护主义起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双边多边的 这个协议呢 就帮助我们 打开另外的门路 所以去年我们跟东盟 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 这个工作重点 因为跟东盟的这个 贸易呢 已经超过了 欧洲超过了美国 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 这个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注意跟警惕 就是最近 国家跟美国的 这个贸易方面的 一些摩擦 会发展 下去会怎么样呢 这个 我们从外观察的话呢 也很注意 但是呢 变数很多 变数很多 大家听新闻 看新闻的时候 都发现了 有一些谈好的突然之间 美国好像又变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很注意 很小心 去评估 同时间呢 也做好我们自己的 比方 在金融系统里边的 防证的工作 就是万一外围环境 出现一些什么的情况 我们本身 要这个 本身这个 这个风险管理要做好 要面对这些 这些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能找到自己的出入 我们是这样看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